今年交通安全周在9月14号到20号 特别以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以及行人应该遵守号制规定 而且走行人穿越道为宣导的重点 华林监理站为了响应政策 16号是在吉安社区活动中心 办理了高龄者交通安全宣导的活动 以体验活动、影片宣导和有奖增打的方式 希望能够让老大人们加深了解行的安全 9月1号开始警方实施交通大执法 不只针对驾驶未在路口里让行人加强取缔 也对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马路开出罚单 华林监理站为响应政策 16日上午在吉安社区活动中心 办理高龄者交通安全宣导活动 透过斑马线实地体验 让长辈们知道穿越马路该注意的事项 那我们宣讨的内容最主要是提醒我们的高龄者 晚上出门的时候要穿鲜艳的衣服 还有呢千万不要穿越马路 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还有呢要注意大行车转弯时候的潜在风险 譬如像内轮叉啦 视野视角啦 那当我们在驾驶车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要离让行人 有办理小绿人的实行体验活动 让高龄者实际来走过四线道的斑马线 来算他的秒数 提醒那个高龄者当秒数不够的时候 千万不要强行通过 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吉安厢长刘淑珍也出席探视 表示最近常听到老大人穿越马路 被开单的陈情 现在走路一定要走什么 斑马线喔 如果有上网线就跑 没车没车 没有斑马线你就走过去 第二天就说你来你来 你不要命我 爸爸都一年爱归 为什么 我们现在9月1号以留大司法 要为大家的安全导享 我们总部就是要走斑马线 今天特别来到了我们的吉安健康站 谢谢我们的龙云师指挥 跟我们的交通部的监理站 来给我们开启 证券的交通的思维 还有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我们相信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为我们吉安老大人的 这样的一个幸福快乐健康 一起来精进努力 现场除了有交通安全宣导 吉安社区银法福气站 也开办静态课程 透过讲师授课 活动老大人的双手 学习如何简易折出垃圾纸盒 也邀请花莲县荣莹师子会 未来福气站的长者们测量血糖 留意自己的健康 期盼让银法长辈们 快快乐乐的出门学习 平平安安的回家赏福 记者长帮宴吉安相报导